要是虐医案件吗 这个地点发生在台南 有一名六个月大的男婴 8月20号的时候送到保姆家 但是就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而且是昏迷 那么就被保姆紧急送医来治疗 医生警察之后发现 男婴是脑出血 现在是住进了家户病房 正在急救当中 事后家长是想要看监视器画面 了解孩子在保姆家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目前已知 男婴身上是没有明显的外伤 但是保姆是拒绝交出这个影像 因此家长是赶紧报警来求助 那么警方最后是申请 并且查扣了相关的物证 现在就要来厘清 到底保姆有没有虐待婴儿 救护人车赶到把男婴送上车 救护人员车上就进行抢救 因为男婴已经陷入昏迷 状况很不寻常 而当时陪着送医的就是男婴的保姆 台南这一名六个月大的男婴 现在躺在家户病房里 事情是发生在8月20号 当时受托的保姆发现男婴昏迷 紧急带他送医急救 医生检查后发现是脑出血 男婴的爸妈表示8月1号时才托育给保姆 8月20号就出事 想调阅保姆家中的监视器画面 却遭到对方拒绝怀疑保姆失虐 于是在8月21号报警 对于被质疑可能虐待男婴保姆失口否认 然而却又讲不出男婴为何陷入昏迷 又不给看监视器画面确实让人心生疑漏 而社会局货报也介入调查 目前检方已经查扣监视器等相关证物 要调查厘清保姆是否施虐 男婴的爸爸妈妈除了希望能查出事情的真相 更祈求孩子能够快快地醒过来 华氏新闻刘涵生初军品许富杰台南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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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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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